哈喽大家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跟大家分享 我认为这是阿菲利黄基金经理 最爱的马股 因为我研究了一下他们的基金 发现他们比较好的基金 都是投资在美国、中国跟台湾的 那么投资在我们大马的基金也是有 但是表现相比之下就没有国外的好了 在马来西亚的基金里 他们表现都差不多 发现在这五六档基金里 拥有股份最多的前十名公司 都有重叠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八件公司 在这六档基金里 至少有三档基金都有它的出现 最后我也会给大家总结我的看法 所以不想错过的朋友 记得把影片看到最后 以得到最多的资讯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第一件在六档基金里 有五档基金都有它的出现 就是Sign Dex Sign Dex旗下有两个业务 包装和地产 在包装业务 他们有19间工厂 出口到60多个国家 他们主要产品就有拉生膜 和客制化的包装 他们一直不断地在创新 和扩展他们的业务 像在2013年 他们收购了GWPI 14年收购了 Cicera Polyfirm专门生产BOPP膜 15年收购了Mondi Epo 专门生产消费性产品的包装 18年收购了Clunghawk 来扩大他们的拉生膜的market share 而他们也将他们的业务 扩展到更加偏向于高利润的服务和产品 就是攻入下游行业 也就是印刷服务 然后在地产 主要就有在Johol Malaka Epo Grawan 专门攻入低于500千的房子 我觉得这个定位非常好 可以帮助到很多中等收入的人 以目前的情况来看 不管是以后的世界是We're from home 还是继续过着忙碌的生活 消费者都很依赖方便性 就是一拿就走那种 所以在包装行业 还有增长的空间吧 由于公司的广泛研究和并购能力 在包装相关的制造领域 预计在21年到23年 每年会以13%的速度在增长 相比全球 每年只约在10%而已 在地产方面 尽管市场整体都受到了影响 但是他们还是有销售的 毕竟他们的房价不是特别贵 公司股价在5年里涨了122% ROE5年平均在17.8% 股息平均4-5% 利润、资产、现金流都有在增加 包装和地产行业在未来 都还有增长的可能性吧 目前Price to Look在2.2倍 这你就要自己去找一个平衡了 我也会像之前那样 给大家分析员推测的 Taget Price来给大家做参考 记得以下并没有任何买卖建议 分析员推测将来12个月里 股价平均会去到4.52% 最高5.1.5% 最低3.8% 第二件就是Telecom TM是马来西亚最大的FIX条库和Broadband Service的电信运营商 近期政府实行了Mind Digital计划 将在10年期间投资150亿 在与政府和国家相关的公司 有涉及在5G和5G基建的 估计这个计划将帮助调拓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推出5G的服务 这个计划将在今年年底分阶段开始 和所有相关5G建设都不会列为公司的CAPEX 因为那笔钱有政府的支持 所以这对TM来讲也是一件好事 过后政府也是有条件的批准 Microsoft Google Amazon 和TM 建设和运营超大规模的数据中心 来提供Hybrid Cloud System 估计这个计划在未来5年价值 会高达120亿到150亿之间 所以在这里面有很多的钱可以赚 作为马来西亚最大的数据中心供应商 相信随着Mind Digital的计划 TM会获得更多的数据 和会增加消费者对互联网的消费吧 这也是跟未来5G有挂钩的公司之一 公司平均ROE都在10%以上 股息平均在3% 经理RUNE和EPS都有增长 但是Price to book在3倍 粉丝员提侧将来12个月里 股价平均会去到7.04分 最高是8.4 最低是4.6 第三件就是Time.com 简称为TTC TTC是马来西亚第二大的Fixed Telco公司 仅次于TM 我国网络的availability和稳定性 都依然需要增强 所以TTC也参与在Jendela 和刚才所提到的Mind Digital的计划 来帮助国家在调扣领域 和数字经济 Digital Economy的发展 最近TTC也收购了FBM Cloud 60%的股份 这可以帮助他们在云计算这一方面发展 和Cyber Jaya的数据中心也即将完成 这两个都有助于他们在长期的增长 和增强他们的护城河 因为在云计算这一块是很未来的东西 云计算里就包括了Data Mining 数据分析 软件开发 手机的apps等等 都需要cloud service 所以如果这一块做的好 还是有看头的 公司股价5年涨了91.4% 5年平均ROE 12% Net Income 资产 现金流都有在增加 目前Price to book在2.9倍 跟TM是差不多的 但是PE在26倍 相比TM是在19倍的 分析员推测将来12个月里 股价平均会去到15块吧 最高是17块 最低是13块吧 第四间 VS Industry 我国最大的EMS供应商 他们的总生产面积高达350万 Sqft 差不多80个EC 他们主要业务有设计在家用电器和咖啡机的电子制造 在去年他们也有新建设新工厂 给他们美国新的客户 但是由于FMCO有些延迟 如果这间工厂开始运作了 估计会看到他们利润的增长吧 加上他们的集团也下了功夫 在他们的产品上去多样化 来增加他们的Profit Margin 这也体现在了他们的年报 因为主要客户的订单额也有所增长 由于新技术在工业互联网日益普及 5G在未来带来的可能性 加上电子产品的需求非常强劲 因为现在人们都离不开了电子产品 所以这家公司在未来应该还有增长的可能性吧 5年里公司的股价增长了184.6% ROE平均5年在11% 股息平均3% 这间公司的股价过去的表现一直都是好过指数的 但是Price to book在2.5倍 这你就要自己去找个平衡了 分析员推测将来12个月 股价平均会去到1块6毛半 最高1块9 最低1块3毛半 第五间Malayan La Mills 简称为MFM 他们主要业务就有面粉加工厂 而过后他们也有扩充到饲料厂 重机厂和家里加工厂 估计他们会投在这个公司 是因为美国Tyson Food Incorporated 以10亿令吉收购了MFM的子公司 订定Supreme Sandirian Berhad 49%的股份 Tyson Food是全球第二大的鸡肉 牛肉 猪肉的加工厂和销售商 产品已出口到100多个国家 他们高官说 他们公司将供应给MacFood Sandirian Berhad 这公司的顾客也包括了马来西亚的 McDonnells 这两家公司合作是一个双赢的局势 因为MFM将能够用Tyson Food的名誉 进入到国际市场 而Tyson Food能利用MFM的HALA Certificate 进入到HALA市场 MFM已经在越南和Indulatia 站稳了脚本 所以Tyson Food也计划将通过MFM 开拓这些国家的假期市场 Tyson Food的目标是将他们的业务 从60亿美元增长到90亿美元 相信MFM也会是这增长的一部分吧 公司股价5年跌了37.9% 公司过去5年RE只是在4%而已 Tyson Food在0.7倍 分析员推测将在10个月里 股价平均会去到1.37元 第六件 MacBank 马来西亚市值最大的公司 也是以资产规模排名前五的Islamic Bank 2021上半年 MacBank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贷款有所增长 注意对银行来讲 有越多的贷款 他们就能赚越多的钱 增长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在中小型企业 贷款了超过10亿令吉 MacBank今年也有很好的Net Interest Margin Net Interest Margin NIM 在银行是一个很重要的数据来的 因为这是银行主要的收入来源之一 什么是NIM 比如你把100块放进银行 银行给你2%的利息 然后银行把那90块借给别人 然后从那边收一个5%的利息 中间他们就赚了3% 这个就是Net Interest Margin NIM会增加主要是因为在Islamic Bank用户的Current Account和Saving Account 增长了24.7% 所以这是好事 因为NIM增长了也推动到了NII的增长 还有这是MacBank的Moratorium 这次是任何人都能申请 尽管你没有被减持 你还是可以申请的 这里就给你们参考一下 接下来带大家看MacBank五年的计划M25的三个重点 五年里他们会注重在提高ROE 提高客户体验和参与在ESG 也就是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提高ROE里的目标就提到了 ROE将提高到13-15% EPS将提高到1块钱 和Dividend Payout Ratio将保持在40-60% 这几点我是非常满意的 第二个重点就是提高客户体验 可能是在MacBank2U Apps 有更加成熟的体验和服务 我相信这他们也是可以做到的 第三就是参与在ESG E是Environment 就是减少环境污染 里面就包括了公司必须不会导致Climate Change Greenhouse Gas Water Pollution等等 S是Social 就是社会的责任 比如人权 公平竞争 男女平等 通工等等 G是Governance 公司的治理 比如贪污 缴税等等 ESG是一个没有关系到公司财务的一个分析 它是一个比较偏向于道德上的投资观念 就不希望投资者投资在一家公司 表面看是很赚钱 可是他欺负员工 用通工 公司还造成环境的污染等等 这就不好咯 所以最近会抱起这个风潮 也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 人们开始对环境和社会福利 开始有更多的注重了 而根据研究 有参与在ESG的公司 他们的表现通常都是会好过传统的公司的 和有参与在ESG的公司 也能走比较长远嘛 ROE 平均都在10%左右 股息平均6% 所以也是很稳定的一个股息股 所以在你的入手价格是多少 这就很重要了 股价在5年是跌了1% 虽然是跌了1% 但在这5年里 你拿的股息已经是远远超过1%了 一年里股价涨了2.8% 所以也可以看得出他们的股价是相当稳定的 为什么呢? 这里可以看到47%都是owned by SWF 就是与政府和国家相关的钱 30%是机构的钱 而我们普通投资者是交易纳22% 所以波动就比较稳定 如果看两面的话 好,就是股价稳定咯 不好就是当那些大户开始抛售自己手里的股票的时候 股价就会跌到很够里 但是这会发生的几率是多少 这就不好说了 科学院推测将来12个月里 股价平均会去到9.29 最高是10.8 最低是7.6 第7件就是Tawin Tawin是一家做铜线的Copper Wire和Copper Road 话语应该叫铜棒的制造商 但是我相信他们会投这家公司 是因为他们的子公司 Supreme Wire Technology 简称为CWT 因为CWT 称为了Aptif PLC 也就是全国汽车供应链的供应商 加上他们也进行到了电动汽车的市场 通过Aptif在44个国家 和客户群包括了全球25大汽车品牌 包括了BMW GM Tesla Volkswagen Toyota 等等 CWT的高官说 他们有充分的能力来支持Aptif 满足全球汽车业的需求 CWT会利用他们的专门技术 来制造市场所需的产品 包括高压电缆 Battery Cables 和其他汽车和电动汽车所需的零件 因为考虑到各国政府都开始促进电子车的使用来减少对环境的污染 未来电动汽车一定会日益普及 所以相信CWT会从中获利吧 但是目前这家公司的ROE和PE都是negative的 证明这家公司还是在亏钱的状态 而以资产的角度 这家公司的资产卖贵了你三倍的价钱 这家公司的股价差不多在一毛半而已 也很少会看到那么小规模的公司 会在基金里的前10名 或许是他们看到了一些机会 和有信心CWT 会给Darwin带来了巨大的增长吧 这就要看他们未来是怎么发展的 这间公司是没有给Darget Price的 第八件就是更定 这是更定的集团 他们旗下有很多业务 有酒店和娱乐 里面就包括了云顶大马 美国的Casino 英国的Resort World 新加坡的Santosa等等 还有种植、地产和油中油的制造等等 但是旅游和酒店业受到了COVID-19的影响 因为在马来西亚、新加坡、英国、美国 的业务量和客户流量非常少 新加坡是最大的收入来源 降了31% 而马来西亚是第二大的收入来源 降了76% 这个疫情就算好了 它的恢复也会比较缓慢吧 2021年的第一个季度 是亏损3.3亿的 相比2020年的第一个季度 是亏损1.3亿的 所以今年的业务量是低于预期的 主要就是因为旅游的限制 地区部分的封锁 和运营的限制 所造成的 5年股价跌了39% 而他们现在是属于一个亏损的状态 所以ROE和PE都是negative的 他们公司现在所有的资产 就是刚才我所提到的他们所有的业务 现在offer你一个40% 就是price to book在0.56倍 但是他们price to book最高也差不多在1倍而已 市场很少会给他们一个premium price 所以这家公司现在是被低估还是低迷 这你就要自己去判断了 分析员推测的股价在12个月里平均会去到6.01分 最高是8.3 最低是4.1 最后给大家做一个总结 他们基金里的股份是会一直变动的 但是能进入他们基金里的前10名 所投的资金已经是上亿了 不是说你要买就随便买 你要卖几十都可以卖那种 所以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吧 所以以我们一个普通的投资者 我们可以去学习和尝试去看懂和看透 为什么会投资在那家公司 来提高自己的水平 可能你看多了 你就可以开始慢慢看懂 他们每一间不同的公司的背后投资逻辑 然后你再建立一个属于适合自己的投资逻辑和策略 来提高自己的回酬 希望你们今天要认识到一些新公司 或者更加了解你们已经知道了的公司 如果是的话就记得订阅和点赞 那今天我们就说到这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